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牛的威克AD180的这款闪灯的主要的安装的操作内容 以及它上面的一些标识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威克180如何来进行安装的 本身我们从箱子里拿出180的机身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的灯套 灯管这部分装到机身里面 非常简单 这上面有个红色的点的标志 跟我们这里面的一个红点相对应之后 向你按插就可以 非常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个灯管装到这个主机上了 同样我们这是一个标准罩 标准罩安装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只要轻松的套到这个里面来 按下去之后把它拧紧 大家一看拧紧了之后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安装的方式 同样我们这个灯头要装到它的电磁盒上 电磁盒上 我拿出电机盒的时候 这上面有两个旋钮 这两个旋钮是代表着可以接两条线 两条线连接那个灯头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轻轻的旋动下面这个旋钮的话 可以把盖子打开 这盖子是防止有灰尘落到里面的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旋钮是为了能旋这个线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这个连接线 灯头和电池的连接线 同时这个电池可以装两个连接线 就是装两个灯头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线放进去 插进去之后再一旋转 就可以把这条线卡得非常的稳固了 这样它不会在你工作当中 由于撑掉的话会把这线撑掉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按电池的开关 可以看到电池的开关灯亮起 以及它的电量的显示 还有多少电 所以非常便捷 就知道我们的电池里大概有多少电了 另一端我们只需要接到闪灯上旁边的这个电源的插孔就可以了 也非常简单 你听到咔的一声 那整个这个就已经安装完毕了 那这个一套灯 灯组就基本上安装结束 通过这条线的话可以人工的背在身上或者挂在你的脚架上都是可以的 那整个这个基本的安装就是这样子 这灯头我们可以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安装在你的相机的热靴上 就像普通的闪光灯一样可以使用 非常的简单 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就需要这种银闪器了 不管是高速的银闪器还是标速的银闪器都可以通过这个接收器来对整个灯组进行银闪的动作 这就会非常的便捷 安装这个有一定的规则 就是我们有文字的有按钮 这一面一定要对准我们相机的屏幕这一面 也就是说它是在屏相机的屏幕这边才能有触发它的银闪 所以一定不要装反了 关于这部分的安装是非常简单的 但它有一些额外的配件 比如我们需要的这种油光闪 还有一些风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风槽这部分 关于附件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需要把标准罩的前面这部分拿下来取出 取出之后就可以把风槽放到里面 这很简单 这上面有一个标识 这标识是从外的 我们只要把风槽按到这里面就已经达到一个风槽的作用了 这上面我又标明是60度 在60度的角度来进行的光的约束的 所以这是一个约束的光槽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标照的圈再重新安装到机上之后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也非常的简单 它可以起到了一个束光的作用 如果我们想加一些其他的色片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油光色片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只需要把色片加载在这个标准圈上面 就可以安装到我们的这个标准罩上面了 非常的简单 整个这套来说是非常的便捷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标准罩的这个设置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神牛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 闪式的油光箱 也非常简单 只要你把它撑开 对准这个中间旋钮拧上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设置 我们在安装网格之前可以把油光布装在上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它沾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沾的时候尽可能旁边多留开一部分 因为这部分是为了我们加网格用的 它有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油光箱的作用 这是一个油光箱 那同样我们又想束光的话 我就需要把这个网格再加上去 整个安装以及达到我们的效果 就只需要半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说它在你户外拍摄的时候 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同样它可以达到室内的油光箱的效果 那它安装到灯头上也是非常简单 跟我们标准罩的安装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全膜拧松 拧松标准罩就可以取下来了 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下 不要碰到灯管 虽然灯管是非常的结实 轻易是不会容易碰坏的 但是也要注意这一点 只要把它灯管对到这里 直接按下去之后 再把这个旋钮 旋钮扭紧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这个罩安装下去 非常简单 而且拿起来也很便利 那同样它会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油光的作用 比标准罩的能力就更强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套设备 同样这套设备非常的简单 而且小巧 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到箱子里就可以了 一个它神牛公司专配的一个箱子 把这套设备全部放在那里面 同样这个箱子可以最多用那两套这样的设备 那这样的话就你外出拍摄 只需要两套的灯的话 一个箱子就可以携带了 如果一套设备的话你可以搭配放到你的摄影包里面 其他的空间也非常的小 所需要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说操作起来就更加的便利 携带起来也非常的便利 所以这就是它这款灯的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我对于户外的一些拍摄 一些户外的一些创作的话 我是蛮喜欢用这款灯的 我非常喜欢这款灯是除了它轻巧以外 还有它安装的便捷 以及它的输出的功率相对比较大一些 因为它的精英值相当于能达到60 60就相当于我们的一般影棚灯的闪光指数 大概400瓦的指数 其实是蛮高的 对于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闪灯来讲 同样这款产品是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AD180 一种是AD360 180可以达到我们影棚灯的400瓦的灯光的效果 360坚值是80 它相当于我影棚的600瓦 所以这两个型号的灯 是非常大的输出光亮的 所以对于户外的一些拍摄的补光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如果你要是在光线理想的情况下 你作为一些其他的压暗天空的光源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两款灯对于我们拍摄是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几种灯的准组合 我可以选择用两盏360的灯 AD360和一盏180的灯来进行一个组合 也能拍出非常不错的一些效果 同样你也可以用单灯来进行拍摄 都是可以的 这款灯除了便捷小巧功率相对大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连拍和同步 有连拍同步 还有一个就是高速同步 也许这两种你不太了解什么是连拍和高速 那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连拍就是你按住快门啪啪啪可以拍很多张 很多张时它闪光是同步的 同步发出闪光 所以每张照片都是有接受到闪光的效果 这是连拍同步 我们可以用八千分之一秒或者四千分之一秒的高速 来同步这款灯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 如果想达到高速同步的话 就可能需要配一个神牛的S2银散器了 就可以达到高速同步 同样的话 基本上拍摄我比较喜欢是离机银散 既有这么好的装备 一般离机银散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只需要发射器和接收器 就可以产生一个离机银散的效果 离机银散这部分的话 我们不得不要提一下这个银散器 银散器它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第一个它就是有一个组别的功能 这组别功能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拍摄的地方 我不用移动身子去调整灯光 因为灯光可能在旁边 立在旁边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组别 调整每一个灯的接收器的相关的组别 我们就可以对应每一个灯来进行单独的调整了 这点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这是一个接收器 我把这个组别调到了一的位置上 我在这里我把这组别也调到一 同样我就可以根据这样的按钮作为一个调整 使这个输出的值是根据我来按钮来调整的 比如说这是我可以调整这盏灯 如果另一盏灯的话 我可以把这组别定为2 那我在想调第二盏灯的时候 我就需要在这里把这组别也调到2 就可以把这个按照我的要求 对这个灯再一次调整了 这样的话对于外拍 尤其我们需要打多灯的那种感觉的话 用它来调整是非常便利的 我不用跑来跑去 就可以来很轻松的调整了 调整完我拍张照片看看效果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重新通过组别 对各个别的灯一一进行调整 就非常有帮助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很多演讲器也可以有这种的功能 就是呢 我这个参数用的是下面这个通道 不同的通道 我用的是把这个通道全放到最下面的话 可以影响所有跟我一致的灯 其他人如果用的也是我这个产品的灯 他也用的我这个触发器 但是通道跟我不同 他就不会相互影响 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个不互相影响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很多朋友一起拿这个灯 同时引闪的话 都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这通道可以有16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16人 引闪他们自己的灯光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尤其我们要出去产外拍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等等的 有很多的人 每个人都可能用这种灯的情况下 我们离机引闪都不会互相的影响 不会让别人也会触发你的灯 所以这点是非常好的 讲到这些 我们这个整个灯光的操作 以安装都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了 那我再总结一下他的一些优点 第一个优点就是他非常的轻巧 他所谓的轻巧就是他仅比我们买的灯光 稍微重一点点 因为他多了一个电子箱 但是他的散光的持续时间 可要比我们所用的散光灯时间要长很多 同时他也比我们一般外拍用的外拍灯 要轻巧很多 因为外拍灯的电子盒都比较重 同样呢 他也比我们专业的一些灯光 用到户外进行打光的情况下 的解决一些电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影棚的一些灯光拿到户外 你电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也就是电的输入 所以他那个电池也提供了这个方面的内容 尤其他这个比方电池很小 他可以散光900次 那900次的这个已经足够我们在户外的一些拍摄的创作的要求了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又小巧 又小巧 又便捷 第二点呢 他就安装调试非常的简单 他的安装都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看说明书 其实你来摸索的话 都可以把它很好的安装起来 第三点呢 就是他调整起来是相对比较便利 我们如果用 发射器来进行调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调整多个机器 不同的组别 他可以调整16组的灯光 其实我们打光根本就不可能打到16组这么多的庞大的灯光 所以说他这已完全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同时可以调整多个灯光 这样非常的便捷 省去你在不同位置上调灯光的时间 这样对你的拍摄会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便利作用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的附件相对来说非常的齐全 你可以看到 他除了有标准照以外 还有油光箱 油光箱还可以起到一个束光的作用 它有束光的网格 那同样呢 他还有很多的色片的选择 这些色片也足够在我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拍摄当中所使用到的所有的光了 所以他附件相对来说非常的齐全 还有一点的最吸引我的 就是他可以高速同步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因为高速同步的话 我可以在户外对于压暗阳光来说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所以说我很多户外的一些创作的话 我可以选择神牛的系列的灯光来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